我是在第一副主义医院陪我妈妈做培护嘛,然后昨天早上我都感觉不舒服的话,就感觉嗓子一样稍微的渴躁,然后我老公爸爸接回来之后,他立马就是晚上发了39度,今天早上他去打钓兵去了,我看着我没啥事啊,但是现在,一两三十八度,这全身无力啊,全身酸痛啊, 真跟第一次症状真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,我五一都没有去利用,我只是在家呆了而已,我只是到医院呢,医院感染回来的,所以大家注意一下,这是真的很严重的。 5月8日,一则安徽省的通知引发关注,声称鉴于目前省内高校疫情大幅增长态势,刚接到省教育厅紧急通知,需要分析学校疫情形势,请学生按实情贴写活动情况。 同一天,一段山西某医院人满为患的视频在网上流传,真是情况不明。 5月7号,也就是昨天前天晚上,我请了一大群的朋友吃饭,但是没想到的是,当天18个人吃饭,目前是有12个人出现了不适感。 5月8日,中共疾控中心宣称,4月下旬,奥密克戎XBB系列变异毒株的构成,已达97.5%,成为中国目前主要新冠病毒流行株。 目前多地医院发烧门诊,人次再次增多,有的网友表示,公司的某些单位全军覆没,加入了二阳的大军。 张文宏教授也表示,第二波疫情是必然的。 近日,浙江、上海、四川、广东等多地发布疫苗接种公告,引起民众广泛担忧和质疑。 大家还记不记得,那段时间的这个新冠疫苗事件,就是有一些公司的那个疫苗是出现了问题吗? 怎么办呢?能怎么办呢?对不对啊? 再一个就是,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造假事件,核酸造假,对吧? 当时呢,在这个核酸造假那段时间,我记得有一句话,特别的广谓流传,就什么呢? 因为大家不太能直面的去讨论这个东西,就说,如果把下雨的权利交给卖伞的人,那会怎样呢? 还会有晴天吗?是不是啊?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乔综合报道